踏着轻快步伐 俄罗斯总统普钦连两天现身 周二还在克里姆林宫 答谢阻挡兵变的士兵 镜头前普钦表情淡定 但事发当天他可是慌了手脚 他甚至没有把架子拿起来 我问他在洛杖里面 剧中斡旋的白俄总统 开记者会说明过程 他说要不是他出马 恐怕没人劝得退普里格金 尽管两人的对话像脏话大PK 普里格金证实人已经在白俄 不过整场兵变疑点重重 除了美国传出早掌握情报 事发前一天俄罗斯似乎也察觉蹊跷 纽约时报报导俄罗斯军方高层恐怕还有内鬼 报导指出美国情报认为俄罗斯的末日将军可能早就知道兵变 苏洛维金在兵变当日曾拍摄劝响影片 而瓦格纳领袖普里格金过去一一点名俄军高层的名字痛骂 就是没点名过苏洛维金 根据了解他现在人其实在乌克兰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展 因为正确实实习惯他在乌克兰身边的军事高层主要是国防部长肖伊古 两人过去常一起登山露营关系密切 其次则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 去年9月乌军收复哈尔科夫后 俄军紧急在10月找来有末日将军之称的苏洛维金当总指挥 不料他上任短短三个月就被撤换降级 结果俄军战况不见好转 普里格金于是上演内斗模式矛头对象两位主要俄军高层 俄军内部的腐败在战争中表露无疑 普京也终于公开一纸拿人民公堂资助瓦格纳集团 直到发生兵变才惊绝养虎为患 不过普京说要查金流去向像是自打嘴巴 因为瓦格纳集团本来就是帮普京谋取私利的白手套 美军退降曾分析瓦格纳兵力约战线阶段 俄军的10%到15%兵变后势必重创前线俄军战力 另外普里格金目前在俄罗斯的讨论声量持续威胁普京 普京心中的不安感短期内恐怕无法消失 而白尔总统虽然接纳普里格金承诺提供废弃军事基地使用 但也表明相关的费用瓦格纳必须自行承担 美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